游木,三合一开孔定位器,操作演示 前期准备 首先测试板材厚度 给钻头做好线位 设置偏心轮钻套位置 调节滑块位置刻度 L型拼接三合一打孔操作演示 将定位器与板材边缘对齐,锁紧加持器 使用8毫米钻头以及8毫米钻套 给A版打第一排三合一侧孔 打孔时注意回撤钻头以排出木屑 打第一排侧孔所对应的第一个偏心轮孔 将定位器移到板材中间 使用定位感定位第二排侧孔 打第二排侧孔 打第二排侧孔 打第二排侧孔所对应的偏心轮孔 将定位器移至板材右侧 对齐板材边缘 锁紧加持器 打第三排三合一侧孔 打第三排侧孔所对应的偏心轮孔 A版三合一打孔完成 将主板中间钻套更换为10毫米钻套 将快速加持器拆下 安装到滑块上 将定位器放在板材边缘 对齐并锁紧加持器 开始打第一排孔 两侧为8毫米原木损孔 中间为10毫米胶粒孔 使用延长定位器定位 打第二排孔 同样中间打10毫米胶粒孔 两侧打8毫米原木损孔 将定位器移至板材边缘 打第三盘孔 同样中间打10毫米胶粒孔 同样中间打10毫米胶粒孔 两侧打8毫米原木损孔 在地板每排中间孔打入玉门胶粒孔 在地板每排中间孔打入玉门胶粒 在A板上插入圆木损孔 在A板上插入圆木损孔 对准孔 将两块板子拼接在一起 拧入偏心轮 完成L型拼接 组好之后的L型拼接对位整齐 结构稳固且可反复拆装 T型拼接三合一打孔操作演示 给较窄板材打孔时 拆掉延长定位器 将定位器与A板对齐 锁紧加持器 使用8毫米钻头 以及8毫米钻套 给A板打第一组三合一侧孔 打第一组侧孔对应的偏心轮孔 将定位器移至A板另一端 对齐边缘 拧紧定位器 打第二组三合一侧孔 打第二组三合一侧孔 所对应的偏心轮孔 完成A板开孔 对齐两板 在B板要打孔的位置划线 A板插入圆木损 主板两侧打孔中线对准划线 给B板打8毫米圆木损孔 更换钻头及主板中间的钻套 打10毫米较力孔 同样 另一端两侧打两个8毫米圆木损孔 打10毫米胶粒孔 给B板打上胶粒 拧好连接感 给A板插入圆木损 进行组装 组装好的连接十分牢固可靠 并且拆装方便